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只真实的虫来画 你会一步一步把那张图完成 你就会完成一幅很好看的形态的图片 进来昆虫系是因为我想要知道是因为什么因素让它们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我觉得观察昆虫各个不同的部位是很有趣的 不同种昆虫间这些不同的变化 将它们画在图纸上表现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因为你可以在比对 我其实从国小就已经想要学昆虫 就喜欢昆虫 写了很多的科普文就觉得 我好像可以对昆虫有更广泛的更深入的了解 有一堂课让我印象蛮深的就是科学研究方法 那上课主要就是在教你一篇好的论文要如何出现 系上最重要的两个活动 一个就是昆虫营 那另外一个就是昆虫展 从最一开始的资料查询 那制作展板 那到甚至现场的展览布置 还有展览的解说 都是由我们学生之间完成的 那关于昆虫营呢 就是我们系上所举办的一个对国小的营队 那除了上课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一些像是手工艺啊 或是校园导览之类的 在加入昆虫营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更加的认识昆虫 其实系上除了昆虫营跟昆虫展这两个活动以外 我们还有还教展 那还教展就是全年无休的 基本上在礼拜一到礼拜五随时有人预约导览 我们就可以马上派出解说员来给大家解说 学长现在大事准备要毕业了 有什么未来会想要去做哪些事情 我个人未来会继续往整类研究的方向走 就是考硕士班 我有些同学他们再来也准备往环境教育这一块发展 因为我们昆虫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孔不入 所以我们系上的研究方向就包含了比较基础的 比如说形态啊分类或者是生理 昆虫系在中心大学是一个历史优主的系所 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大家庭 来到昆虫系你会学到很多基础科学的昆虫相关知识 可以应用在农业害虫 环境卫生害虫 还有食衣住行的相关产业 欢迎来到昆虫学系加入这一个大家庭 当你进来了昆虫系 你就会发现清净农场只是学校后山而已 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美丽又奇特的昆虫就来昆虫系 来到昆虫系可以探索各种昆虫的奥妙 来昆虫系不会没有出路 只要有兴趣都欢迎加入我们哦 海法蟑螂没有关系 想要克服恐惧就来昆虫系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收看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